是来看一下这边 逛街啊 哎呀这个逛街可真的是就是要不一样一些了吧 那个逛街的话我觉得可能要更 更更 随意一点 然后呃就是 随意舒适吧 然后再就是嗯 呃呃 出去的话可能还是要有设计感一些吧 嗯 毕竟你要见就是 看你要想做这条街最亮的仔 哈哈哈哈 对我这种感觉啊 这条街最亮的仔 那其实我们这边有准备两个 哦好 有一个真的好好看 嗯 呃 这两款其实我觉得都很好看 嗯 呃 看不同 适合吧 就是我这个是比较经典的 对这个是经典对对时尚款 然后 这个可能会更更个性一点吧 对对不对 嗯 就这一款 然后他会有点那种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叫做什么 Y2就是那种千玺风 嗯 Y2K好像是叫做啊 就是比较二次元或者是那种未来科技感 对还蛮未来的 嗯 对 这个可以就是我们佩戴看一下 好啊 哎 哎 是哎是潮人上线的感觉 哇天呐 这个真的就是立马要逛起来了啊 然后炸炸街对 这种地儿 我是我觉得这两块眼镜其实 就是我觉得都还蛮蛮蛮蛮合适 是然后那就看就是但就可能要看每个人的不同的那个就是风格 第一就是你的穿衣服的风格 嗯 那再就是嗯嗯我会觉得可能两块眼镜就是黑黑金的话可能会如果对于稍微嗯 那个偏一点点点点点点点 如果你今天起床感觉有点肿 哦 他可能会修饰一下脸 哦 有 会会带一些修饰 嗯 然后那那我这副眼镜可能会 可能会适合就是 嗯 就是 你今天起床 没有太肿 对对对对对这样 不符 是了解 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花花现代这个是比较适合 比如说如果他做了一些很酷炫的发色 其实也是能豁得出的 对没错 对对对他对于颜色还还还还很合适 因为他这个他这个比较未来感嘛 所以其实你做一些比较大胆的穿搭的配色的话 可能我觉得跟这部眼镜都还蛮大的 是的 嗯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脸型啊需求啊或者是这个场合去佩戴 但我觉得其实眼镜确实是很多人家里面都不止四五幅 是就很多一拉开抽屉 嗯 就全都是眼镜 对不对 嗯 好 真的好像每一副都 戴完之后 都想要 都对 都很喜欢 然后当然 我都很配这个发型 我本身也有 我本身也有了 嗯 很舒服 很舒服 这很轻 它不是那种会让你觉得说我戴这个眼镜有点多余 是吧 哦 那基本上 A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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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